六百块钱的标准 有龙虾 石斑鱼 螃蟹 你们信吗 我今天就带你来尝试一下 大家好 我是海浪哥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娘 我身后的女婚师告诉我 这里的海鲜大白档 价格听说非常的清明 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嗨 你们好 他这边有什么好吃的 海浪哥 这边海鲜种类很多 看一下你喜欢吃什么 那要不我们今天六个人 那我们就安排这个六百块钱的标准 然后让他看一下他能出什么菜 好呀 那你就给他安排六百块钱的标准 好 好 那我们进里面做 哇 你确定这就是六百块的标准 对啊 昨天我来吃过 然后老板最近在做活动 然后这一圈都是七点九折 然后里面这个香菜是 老板听说海浪哥 你来了可以送我们的呀 那他这边还有做香菜吗 不管有米菜海鲜还有香菜 他们家的味道非常好 哇 他这边的菜是做的还不错 是啊 他这边的食材很新鲜 然后这个小青龙是干煎的 很有特色 然后这边这个菜是一个 这个盐水乳哥 然后橘的非常美味 然后这边这个是青角蟹 那这个青角蟹的话它是用粉丝蒸 一般像这种青角蟹的话如果要是死的海鲜 那肯定味道就不好 所以不少新鲜 这个是生蟹 然后是蒜蓉蒸的很大个肉汁很肥美 这边这个的话是一个石斑鱼是新鲜的活的鱼清蒸的 然后也是很有特色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这边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菜 是红萝 那么大红萝 然后盐籍的也很美味 这边的话是一个鲍鱼 红豆会鲍鱼 这个鲍鱼的话也比较有特色 中间这个就是老板送的香菜 然后那个您请尝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尝一下 看味道如何 来 来 吃一下它这个干煎的龙虾 像这种干煎龙虾我还是第一次吃哦 你看这个龙虾它肉看起来是非常的紧实 而且煎出来色香味就这样闻起来是非常的香 嗯 这个龙虾肉真的很大块 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我们现在来吃一下它这边的鲍鱼 它这个鲍鱼是用了会这个红豆的 它这个摆盘也是非常的精致 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这鲍鱼做的非常的不错 口味非常好 而且像这个鲍鱼非常的大吃 像这种应该是六到七头鲍左右 听说这个老板他也是湖南的 好久没来吃过香菜 我们来吃一下它这个腰花 哇 像这个香菜算是比较辣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们非常的合适 哇 像这么多的海鲜 这么便宜 我在岛内都没吃过 说实话真的很便宜 确实非常实惠 而且很平价 关键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新鲜 嗯 还可以 而且它这边完全很好 你看吃完饭 等一下还可以到那边去泡茶 我看到它大厅的生意也非常好 它这边生意一直都这么好吗 是 它这边的生意确实非常好 有时候我看门口都坐满了 然后来我都是要排队 那它这边只是开晚上还是有开白天 它这边的话是 那天我问行务员 然后他跟我说是有两个时间段 一个的话是从早上的一个十点 好像到两点左右 下午的话也有一个五点 可能又到晚上两点 哇 今天很高兴的认识 你看它就这么多了 你看今天这么多的买鱼 你跟我们一起吃饭 太幸福了 又要海鲜又要买你做啤 嗯 赶紧来吃 赶紧来吃 我们今天虽然说跟大家讲说 600块的标准 但是它今天是打7.9折 而且中间这个菜是老板送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海鲜真的是非常的多 而且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亲民 而且它这边 本国也非常好的停车 如果你们开车过来的话 也非常的方便 环境也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它这边生意真的是非常的好 如果你们喜欢吃海鲜的话 不妨可以过来尝试一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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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